大家好 欢迎收看Linda News最前线 我是Linda 新闻一开始呢 带您来关心今天台股大盘的走势 好 今天台股一开盘呢 就小涨了25.94点 那么今天的这个走势呢 是开高震荡在走高 那么最高的来到了12703点 好 那么今天呢 中场是大涨了111.83点 收在12703.28点 那么成交量呢 则是来到了2156亿元 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盘面焦点 今天盘面焦点呢 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呢 再度创下了新高 好 那么台积电啦 联发科 大力光等电子全职股呢 都是走强的 台股回神占回了12700点大关之上 那么海空货运旺呢 航运股却多半利多不涨 领头洋长荣回探5日均线咯 好 那么特斯拉拆股大涨 电动车肋股呢 却开高走低 再来呢 苹果剔除了欧非光 那么iPad触控订单 台场全职 TPK KY强势涨停 还有GIS KY 涨幅呢 也接近了6% 好 再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 今天新闻重点第一条呢 是海空货运出口超旺 仓位争夺大战登场 特斯拉拆股 电动车发威 题材热潮 还有剔除欧非光 iPad触控订单 台场全职 好 那么事实上呢 琳达呢 在前一两个星期呢 也是大概在8月20号 也就是8月下旬的时候呢 有跟大家聊到啊 因为现在呢 这个美新美东的这个航运运价持续大涨 所以呢 使得了这个航运股 包括了长荣阳明呢 近期表现都是相当的亮眼 好 那么它表现亮眼呢 其实跟我们的疫情呢 有着莫大的关系 那么在讲疫情之前呢 先跟大家更新一下全球疫情的状况 好 现在呢 全球的疫情人数呢 已经正式突破了2500万人大关了 也正式超越了台湾的总人口数 那么光是美国呢 就标破了600万人 已经占了这个新冠肺炎的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 好 那么死亡人数呢 也标破了84万3000人 那现在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亚洲呢 都面临了第二波疫情的这个攻击 那么西班牙呢 原本是欧洲最严重的地区 那6月底解封之后呢 现在啊 这个新冠肺炎的人数呢 也来到了44万人了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呢 海空货运出口超望仓位争夺大战登场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这个2月的时候呢 正式什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时候 好 那么像是航运啊 这个就怎么样 出货量锐减哦 那么如果是航空的话呢 就怎么样 客机仓位呢 开始停飞哦 所以基本上呢 2 3月呢 这个情况呢 都相当的不好 可是呢 我们看到4月份的时候呢 哎 怎么样 大陆复工了 但是缺工缺车缺司机 好 那么再来到了6月哦 这个航运部分呢 是运价持续的拉高啊 哎 很奇怪 为什么4 5 6月跟2 3月比较起来呢 有这么样不同的情况呢 原因啊 就是因为呢 今年2月疫情恐慌下的压抑需求 在第二季大爆发了 那么第二季呢 就是所谓的4 5 6月哦 好 那么客户呢 急着出货抢仓位啦 那货柜航线产业景气瞬间大翻转哦 市场充滞着什么 像是涨价 缺船 缺空柜 那么航班满载的情况哦 那我们再看到9月份 今天是9月1号 你看一下现在9月份呢 在这个航运方面的话 估计本月运费呢 将来到了最高峰哦 好的 那么因为那主要原因是为什么呢 随着零售业 报复性的拉货以及抢仓位 那么业者呢 顺势迎来产业的大行情嘛 那么今年油价又在低档 那么更帮助了业者荷包满满哦 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呢 欧美这个县呢 运价起涨 长荣阳明第三季获利看轿主要呢 是受惠于全球各行 此线紧追着什么 美东和美西的走势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美东航线哦 每40寸柜呢 突破了4000亿美元 来到了4207美元 那么在美西航线呢 则是每40尺柜呢 来到了3639亿元哦 创下了10年新高 好 那么当然也带动了像是长荣跟阳明的这个获利了 那长荣呢 今年上半年的EPS呢 大概是0.57元 整年呢 是2.19元 那么阳明呢 今年上半年EPS是负的哦 是亏损的哦 是大概是负的0.34元 那么法律预估呢 今年的EPS为0.70元 好的 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讲了航运 也就是海运嘛 还有所谓的航空 那么航运是不是也该要靠战呢 那么靠战之后呢 需求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陆运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这个物流哦 好 那么知道呢 第四季呢 是航空或缆业的载运旺季哦 那么市场呢 对物流相关产业呢 各股都是看好的 其中呢 像是中飞行呢 已经成为了指标了 那么31号呢 股价也成功写下上贵以来的新高 而各方资金呢 也转进物流概念股之下 物流族群呢 也堪称牛气冲天 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则消息哦 特斯拉拆股 电动车发威 提柴热炒 我们知道呢 中国大陆是世界的工厂 那么它同时呢 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你一听到什么厂厂厂 那是不是代表什么 有污染嘛 好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呢 现在呢 不管是空污严重啦 水污染啦 或者是环境污染 所以呢 政府呢 就大力研发怎么样 绿能的相关政策哦 那么最近呢 也推动了这个所谓的电动车的产业 我们来看一下哦 中国大陆汽车市场呢 受惠于政策的推动 那么加上欧美地区经济活动陆续恢复哦 带动多数汽车零组建厂六七月呢 营收是逐渐回升的哦 好 那么还有特斯拉呢 拆股票 并将扩大车用电池用容量哦 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特斯拉杀手级的电池技术呢 将在9月23号哦 也就是下下礼拜呢 发表 那不仅呢 能量密度呢 大幅提升了六成 而且呢 成本各低哦 好 那么再加上呢 延调机构预估呢 到2030年 车用锂电市场规模呢 也扩大涨幅至2.7倍哦 因此呢 电池材料双雄 像是美其马 康普啦 昨天呢 都是双双工上的涨停哦 但是今天怎么样 却双双爆量走弱哎 那么大陆 那最近呢 打入大陆厂的这个 特斯拉供应链的江深呢 股价呢 虽然是 我们前几天呢 有报道了 这个苹果呢 是全球市值No.1的第一大公司 他从呢 这个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哦 抢下了这个宝座 好 那么其实呢 苹果现在你看 这么样的夯 被他点名的这个外包的工厂哦 包括像是台积电啊 还有这个鸿海啊 这些苹果供应链呢 现在呢 都相当的风光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是被他剃出的公司呢 前景啊 就有可能不妙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苹果最近呢 将全球触控龙头 陆器欧飞光 剔除了供应链的名单 那么iPad的触控订单呢 全数回归了台厂 由叶辰的GIS KY 以及呃 辰宏的TPK KY来分试哦 好 那么事实上呢 在这个欧飞光呢 2017年呢 打进这个供应链之前啊 其实啊 我们的这个呃 触控双雄呢 也就是TPK呢 曾经因为怎么样 大吃苹果的触控订单 而大发力士哦 那么大赚数个股本之后呢 一度成为了台股股王 那但是呢 最后怎么样 不敌这个欧飞光的这个入侵 获利直线滑弱 我们可以看到呢 呃 这个台湾的这个触控双雄毛利率呢 经常在个位数 以及双位数之间挣扎 甚至怎么样 成为了负值哦 那么如今呢 苹果怎么剔除欧飞光呢 那么现在呢 呃 这个 呃 所谓的触控双雄呢 也拿回了iPad的全数触控订单哦 那么基本上呢 有机会重返巅峰 好的 那我们要看到 为什么苹果这个时候 要剔除欧飞光呢 原因啊 还是跟美国总统川普有关 因为川普的时候 在5月对华为开闸嘛 那么现在欧飞光哦 也遭到了美国商务部 列入了黑名单 那苹果呢 基于国际政治以及供应链的这个考量哦 将欧飞光呢 剔除了 好的 那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呢 呃 等于说是台湾供应链打赢了红色供应链 红色供应链被剔除了嘛 但事实上呢 红色供应链近几年来 入侵台湾供应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我们来看一下哦 在7月底的时候呢 这个代工大厂伪创呢 就把他旗下的子公司昆山厂 卖给了大陆组装大厂立讯哦 那么立讯呢 那时候有所谓的大陆版的红海支撑 他跟红海集团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他没有面板厂 也没有所谓的饥殼厂 所以在7月多到8月的时候呢 有传出很多消息哦 包括了立讯呢 可能会吃下台湾的这个饥殼大厂凯胜 甚至是可承哦 但是后来呢 怎么样 这个消息呢 都是基本上呢 已经是破局了 尤其是可承呢 后来卖给了所谓的这个大陆的 也是红色供应链的这个蓝丝集团哦 好 那么现在呢 美国终于怎么样制裁华为了 那么又出手呢 重打欧飞光 凸显了美国呢 正使出浑身解数 防止红色供应链壮大哦 那么苹果考量国际政治以及供应链风险 此时此刻抽单啊 无疑是想要选边站 那么当然也有利于台场 好 我们看一下TPK KY的这个EPS呢 在2020年第二季的时候是来到了0.76元 那么GIS KY呢 则是来到了5.59元 好的 今天新闻呢 先说到这边 那当然呢 我们也准备了问题 要请问我们的高手战神Jack 杰神你好 Hello Lina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Jack 不好意思哦 你刚刚听完这三条新闻 我讲的有一点点长 但是呢 我们同样的也准备了三个问题要请问你哦 好啊 好 准备接招了 好 我们知道呢 海空货运旺 美西美东航运价呢 8月大幅上涨嘛 那么长容股价却不再见高点呢 那航运个股是持续轮动吗 还是利多这个箭报获利入带比较安全呢 再来是特斯拉股票分割嘛 那么电动场 电池 材料双雄 美其马以及康普却爆量了 电动车概念股怎么操作才好呢 最后一条 苹果踢出欧非光是单一事件吗 还是会持续减少下单 红色供应链有利抬场呢 好啊 林达 你说问题三个问的蛮多的 是 好 那我们现在来先看第一个好不好 是 航运股最近很火热嘛 对不对 真的 一直涨 投资朋友应该都有赚钱 对 应该 那现在你的问题是要不要获利入带 对不对 是 好 那这个投资朋友 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这一个货运的报价 这是美东美西任 你可以看到它是持续的在电高走高到9月1号 还是一样往上走的 今天嘛 对 但是股价好像有一点涨不动 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当然跟市场有关系啊 因为现阶段在台北股市 目前市场上面的股价 很多股票都轮动 轮涨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一直翻转 像长龙海运啊 这个阳明海运啊 这样连续大涨的股票已经算少了 在最近来说的话 真的哦 因为它是涨势也有持续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对 那这从低档期 如果我们从今年的这个3月份的最低点 利空最多的时候来看的话 那这低档的这个股价涨势 这个将近快一倍了 有到一倍啊 对啊 哇 这么多 所以现在你要卖还是不要卖 要卖 对嘛 如果Linda你有股票你要卖 对不对 要当然要 没有错 很多这个市场的投资朋友呢 这个跟这个操作上面呢 都会有这种想法 那跟Linda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 这个短线交易呢 如果你是有赚钱的 我还是建议会获利会落大 但是如果我们撇开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客观一点来讲 对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是 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美东的航线是怎样 即将来到什么 2015年的这个高点 现在是2020年 换句话说是5年前 哇 请观众朋友记一下 这个2015年 好那第二个是什么 美西的这个航线 这个是创10年新高嘛 对不对 哇最近真的都很火红 好那我现在问Linda 你有没有看过长龙海运的图 K线图 没有 没有 那你肯定不知道 那股价到底是有没有比2015年还高 或者比10年前还高 那来做一个这个参考 对嘛 因为运价已经是怎样 创了2015年的怎样 即将来到最高点了 那这个10年前的高点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股价应该也要同步才对啊 对啊 应该要同步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 等一下等一下 还有没有讲完的 来看一下这张图最重要的 这基本面财务报表来 观众朋友 今年的上半年这个长龙海运是赚多少 0.57元 法人预估哦 对 这看一下数字 2.19元 对不对 所以下半年 下半年要赚多少 2.19元减要0.57嘛 所以下半年会赚上半年的3倍 对不对 有3倍 左右嘛 对不对 这可能数学很好 对 我没办法算出来 对 好 这样好了 我们就算3倍了 好 整数一点是3倍 OK 好 那这是这个财务报表 所以现在股价下半年应该要继续表现才对 是 照到领书应该是 对对对 但是呢 很不巧的是 很不巧的是 这个股价通常都会领先基本面 对 对 所以呢 这个股价到现在要怎么操作 是真正的问题 好我们来看下一页 是 下一页这张图 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 运价 是创2015年即将要新高 对不对 2015年在这个地方 是 这个5年前 好 那再往前算一点 这10年前 是 高一点也在这个地方 对 好 那请观众朋友看一下这张K线图 这也上涨 走高 创高的时候 这张图是这个还原全息 是 总共看一下 总共有17年 哇 那从这边往前算 这边是10年 是 那这个地方上涨之后 两根红K线 有没有上涨之后 然后再带一根黑黑线下来 那这地方 这个第一根红K线的收盘价 这附近 这画圈圈的附近 就是压力 是 那这会变成压力 好 那再往回一点 这个是5年前的高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一样的 那这个高点跟之前是差不多的 长得很像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是压力 那我们再看到现在这张图 股价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 那再往上涨 感觉还有高点 对不对 对啊 应该会有吧 感觉 如果我们客观一点来看的话 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 这基本上 这往上走 这个短线上应该还有高点 可是操作上面 我刚刚说过 从这低档区 上涨 已经赚很多了 对 所以 要获利入带了 对 那再配合目前这个股市的状况 那近期 全市场 这个投资人操作交易的 这个锁脚 都比较快一点 对 都大家做做短线 对啊 当初最近很夯啊 对嘛 所以呢 我这个建议大家 这个航运股 如果你手中有这个长龙海运 或者阳明海运的话 稍微可以先获利了结 卖出部分持股 没有问题 那当然你要期待说 这股价会不会继续上涨呢 还是有可能的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除非接下来的这个美国经济景气 是很正面的 要不然这个 我认为 这个 海市风高 要慢慢调节 获利卖出会比较好一点 是 好 那这个是 第一个问题 对 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就是欧飞光的事件 来 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 这个事件是在这个 申交所 申交所公开 公开 是 谴责欧飞光公司上面的这个讯息 谴责 对 那我们看到 他为什么要谴责 来看一下 这100 我们看一下 这2019年的第一季 季度的归属这个上市公司 欧飞光的这个净利率是怎样 违复的 对 那他在这个2019年的 这个第一季的这个业绩报告 预告 那是在这个时间之内 没有披露 今年是2020 也是说这是过去一年的事情 对 怎么会这样 那过去一年 他就开始有一点点问题了 嗯 如果在台北股市 观众朋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间之内没有公布 应该规定的财务报表 在台湾正经交易所来看的话 交易所的主管机关 会惩罚吧 对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是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我们的政绩会 对这个时间之内要公布 要披露这个财务报表 是非常严格的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有没有 蔡隆军 总经理 这个唐震宁 这个还有什么 连财务总监 有没有 李顺 都出来了 都脱脱 有没有 甚至出脱自身持股 有没有 问题可大了 对 所以他2019年就已经开始有营运上面的问题了 那现在被苹果 对 给剔除 叫做正常 因为已经一年了 已经一年的事情了 所以呢 这个叫做正常 好 那现在这市场呢 都会预期的这个 iPad的中低界的订单 都会转给这个TPK 这TPK的股价 今天相对就比这个 这个 6456的这个 这个涨势还比较凶 是 所以呢 这个接下来TPK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啊 嗯 但是呢 这实际上市场消息又传出来了 怎么了 说 诶 这是不实传闻啊 欧飞光说是不实传闻啊 他没有被转单啊 诶 为什么 好 那这个在我们的新闻讯取上面已经被揭露了 那但事实上呢 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欧飞光 欧飞光 他要这个 澄清这个事实 这件事情 对 昨天晚上就已经公告了 昨天已经公告了 对 不是今天哦 我们的台湾的新闻信息有半拍到一拍了 慢蛮多的 对 我会跟大家讲这是 昨天他就已经在深交所已经有公告了 那这时间 那当然这个 今天才上班嘛 对 所以今天看到了 我们慢一拍半拍叫做正常 可是 观众朋友 他昨天公告今天TPK还是一样涨停锁住 诶 换句话说他昨天公告说这叫做不实的传闻 马上就涨停了这样子 对 但是市场上 市场上觉得还是有可能 对 对嘛 对 所以呢 这转单的事实呢 我认为这几率蛮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两个 我刚刚说过 从2019年 对 他的财务报表就已经有问题了 是 从2019年 他的大股东 董事长总经理 连财务总监 都开始 对 都已经不要这间公司的股票了 对啊 问题可大了 对吧 对 经营高层 他就不想要止股了 那你觉得这间公司还有没有什么前景 当然没有 对 那当然了 有人 我们透过侧面的这个讯息了解 这个中国大陆人有人联想猜测 这是转单哦 不会转到台场 不会吗 是转给蓝丝科技 又是蓝丝科技 满下可乘的这个蓝丝科技 对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几率 这个事情 这个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看这个讯息的演变 那目前为止 现在还有人猜测是转给蓝丝科技 但是在我们台北股市的这个股价 对 这个TPK的表现不错 那6456也表现得不错 所以到底是 所以接下来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知道 它到底是转单给台场还是转给蓝丝科技 我认为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以这个信息面就把它抛开来看的话 以目前的股价线路来看 TPK它在这个周K线上面 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这个线路上面留一个大的跳工缺口的位置 大概在80块附近 所以这股价呢 短线上面 那我记得 我个人觉得啦 它还是会持续反应这件事情 一直到这个确定 刚刚刚这一条呢 这个苹果替出欧飞光 那么有很多消息面 那到底是它接下来会转单给台厂还是蓝丝科技呢 我们未来持续的来关注 对不对 还有第三个对不对 对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是电动车的电池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麻烦导播 这个电池 有关于电池 就是有两间大厂 这个台北股市 4721的美琪玛 美琪玛跟康普玛 对这两间公司呢 过去呢 这个投信法人比较喜欢康普 怎么说 因为它这个感觉 就名字听起来就比较好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怪怪的对不对 对 没有 对我们不要从名字来看 我们真的是从股价线路来看 康普呢 这个表现还算不错 但是呢 麻烦导播 我们把它切到这个月K线 月K线来看 这两档股票 是 现在你到底能不能介入 对啊 好来看一下 哇 涨势也是相当的凌厉 月K线 OK 好 缩小一点 好 缩小一点 好 这样可以 已经涨一档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这是今年2020年的K线 那这再往前一点是2019 再往前是2020 2018 对不起 2018 对 时间点很怪怪的 好 那这股价呢 你自己从这高点往下来看的话 事实上来跟这个大盘来做对比呢 我们过去两年这两档股票都没有上涨 对不对 都没有 那如果你时间拉长一点 连2020年它也不算涨了 对啊 所以三年的时间 都没有涨 所以它现在上涨叫做落后补涨 对 那观众朋友现在现阶段 在台北股市流行落后补涨的股票 那你有兴趣的话 回去看一下这个月K线 只要是这个股价的这个位置 比大盘还低的 对 它都有可能叫做落后补涨 是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假设 我们假设它叫落后补涨 往上涨了之后呢 对 那什么时候要卖 这个真的不知道 对 现在操作问题就是说 这落后的补涨股 如果它的基本面没有在支撑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 这股价往上涨的高一点 当然是不够 但是现在你刚刚说的Tesla要怎样 对 电池嘛 对啊 超级电池 9月23号要发表 对嘛 容量更大 成本更低 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比较不成文的这个市场的讯息 叫做9月份 我通常叫做Tesla的电池月 哦 所以呢 现在9月份 现在涨到电池股 对 这个观众朋友 这个叫做正常 那你在操作上面呢 这个地方很明显的看到 因为K线它就是往下 就是有明显的支撑 那你只要买进去之后呢 这个停损点设定好 这个支撑找到 是 就可以续报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在9月23号之前 对 都还可以四G介入一下都没有问题 哦 是哦 对那这是康普对不对 好那看一下美琪嘛 对 4721美琪嘛 他们两档的这个走势 有点像啊 这根本是一样啊 对嘛 所以呢 这基本上 这建议观众朋友 这个电池股票 这尤其是电动车的 这个这两档股票 还可以四G的找买点 那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Tesla公布 这超级电池之前呢 都可以这样子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哦 现在市场上 这个操作短线的人越来越多 对 所以呢 这个建议各位投资朋友呢 这个观众朋友呢 你操作上面 这个分批的交易 分批的进场 那这个你在做这个 停利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做 那如果你一次大买 买很多 对 那这股价不涨的时候 你就会怪怪的 对 那上涨当然没问题啦 是 好不好 真的 好所以就像Jag讲的 这个美琪嘛跟康普呢 现在呢 算是落后不涨的一个情况 对 那到这个超级电池 9月23号之前发表的话 基本上呢 这个Jag都还是 看多的一个状态 对 也可以拼多的操作 拼多操作 但是就是要注意 可能要分批进场 不要突然全部都买下去 这样比较安全 对对对对 因为这市场现在都是短线交易 对 当冲的真的超级盛的 对对 你要赚价差的话 锁脚就要快 就要快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Jag 精彩的分析 谢谢Jag 谢谢 好 观众朋友们 刚刚Jag又跟我们聊到了 这三个问题 那也讲得非常的详尽 那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 记得呢 扫一下Jag的QR Code 加入LIOT Jag的QR Code 是小辣出MHC4676H 有任何问题呢 Jag都会回答你 最后呢 喜欢我们节目内容的朋友呢 欢迎在脸书 还有YouTube上 按赞、分享及订阅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Jag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拜拜